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风雷学院线上直播第十堂课 那在我旁边呢,是我们泰伟实业帅气的产品开发总监Morgan 那首先呢,在开始之前呢,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做个提醒 你在画面上呢,你在荧幕上会看到两个画面 那如果你是用电脑收看的话呢,你可以上下滑动去调整两个画面的大小 哦,刚刚我们提到就这两个画面呢,它一个画面是就是摄影机照我们两个的画面 那另一个画面呢,是就是投影幕,就是PPT的画面 那就是如果,再提一次,如果你是用电脑收看的话 你可以上下滑动去调整两个画面的大小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收看的话呢,则是可以左右滑动 然后去选择你想要看的画面 那在怎么直播的过程中呢,如果管主你们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右边的仪表板上,就是手动输入你的问题 那这边我们也会看到 那也不用担心你之前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全部都是匿名发问的 那我们最后会再统一做一个回答 好,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想要先来问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有一次直播是做访问一个就是收藏机的表商 叫做阿斯玛 那在这一集直播呢,我们谈到就是一些关于模型的一些制造的方式 像是上色啊,组装,还有怎么用三一列印去运输这些模型等等 大家还记得吗?好,那么要是如果你忘记了,或是还没看过也没有关系 我们会把这个连结呢,放在我们YouTube的下面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就是再重新收看一次 对,那我们今天呢,是会从另一个主题来切入 另一个方向来切入模型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呢,会谈论到就是,对于模型制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模型的后处理工具 那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这个领域的专家就是泰伟实业 来参与我们这次的直播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请Morgan来为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还有团队的介绍吧 主持人好,那电脑前面的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是泰伟实业有限品牌TVUnion的产品设计总监,我叫Morgan 好,那Morgan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泰伟整个团队的一个状况吗 那公司,我们的简报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是大概的组织架构图 那就是一个管理部,然后底下生产跟业务 那设计部是独立的,那公司目前成员都相当年轻啊 我们的现场小组长负责管理生产线的人也都不满25岁 所以整间公司算是蛮有创意的一个状态,蛮有活力朝气的 感觉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感觉 从Morgan身上就完全看得出来 那我想要来问问就是泰伟现在主力的一些产品大概有哪些呢 我们的产品阵容主要是分自有品牌路线还有代工的路线 那到中看到的这三个产品是我们目前自有品牌路线的三个代表 那主要是专精在素质模型的加工,就是所谓的Hobby Tools 那另外一个路线是属于代工的部分,我们看简报 像最左边那个它是我们替日本的商社开发设计的那个美甲机 就是修女生美甲师在做指甲的机器 那中间那一台是属于齿罗技工用的马达四伏控制器 那最右边那个是之前替一个美国的医生开发的执法专用的手工具 它是抛弃式的,它里面有特殊零件 就是只要碰到水它就会融化融解 所以它是一次性使用的产品 那基本上我们做的产品项目就是 只要是客户丢过来,请我们设计 然后我们评估之后可以做,我们都会解 所以是比较多样化的 就是大家可以从我们的PPT上看到 其实泰伟这边的营业的项目 产品其实算是非常波元化 那这些产品呢,等一下Morgan会给我们更详细的介绍 不过在进入产品介绍之前 我想要请Morgan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泰伟 整个发展历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公司成立于1988年 那我们的创办人,也就是我们老板 他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是做贸易公司的 那后来因为对制造产品有兴趣 所以就离开贸易公司来到南部开工厂 那一直以来都是透过贸易商在接一些订单 做国内代工的工作 接近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做到日本公司的产品 那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第一次交过给日本的时候 1000组过去是大概有500组被退回 所以那时候给我们一个震撼教育 我们重新对品质这个名词 有新的认识 那就后来就一直不断的改进改进改进到符合 可以符合他们的要求出货 这是我们算是第一次的转型了 那又再过一段时间了 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很夯就是我们可能周遭有一些亲友 家里是经营工厂的 会到大陆那边就是转 那因为当时劳动力在那边算是相对比较便宜 那如果台商呢 那从今夕被开始这一段时间累积的技术跟经验 在当时带到大陆那边去的话 就是蛮可怕的 那我们的创办人他并不想过去大陆那边 要不再跑完的话 那就要思考说到底要怎样 才能跟他们竞争 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来做特殊的东西 做比较精致的东西 然后创立一个品牌 来这样子做 来跟他们这样子做一个区隔 了解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就是虽然说机工具的发展 一直都是台湾算是蛮自豪的一块 但是在就是经历了就是中国制造的一些竞争的之后呢 台湾很多公司啊 或者是品牌都面临就是转型 或者是转变啊 转变整个营运策略的一个 算是困难吧 那我觉得泰伟实业算是成功转型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这我很好奇 我就是刚才 Morgan有提到说 就是你们自豪的品牌 是叫做David Union 那为什么会叫做 Morgan Union 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公司的中文名字叫泰伟实业 那泰伟这两个字又跟大卫有点翻译 有点接近 那大卫的英文是David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创办人就取了一个David当公司的名字 后面再加一个Union的意思是 因为我们创办人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一群 就是理念接近的人 然后一起去完成我们的产品 那包含就是我们的客户啊 我们的供应商啊 然后我们的员工 所以我们就后来在做品牌的时候 就把David跟Union 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对 了解 就感觉很像是就是一家人感觉 大家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啊 去努力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这样也蛮好 就是感觉大家会更有上心力 那Morgan刚才也有提到说 就是如果是代工的话 基本上就是评估之后 觉得OK就会接 但是自创的品牌David Union 部分的话则是就是着重在 就是模型的手工具上面 那嗯 我很好奇就是像现在市场上 有这么多种的手工具 像是牙科用的啊 或是一些工业用的 那你们怎么会选择 就是模型用的手工具 还有就是模型用的手工具 它跟就是一般的手工具有什么差别 那个时候考量做 就是决定要发展品牌的时候 我们所考量的第一个因素是 因为我们公司会在台湾 然后其实工厂规模有个大 是 产能低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 所谓通宵大量的产品 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小 比较小 规模小但是精致的市场去经营 了解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当时公司在台湾生产产品 也替不少厂商带工过 那其实海内外的一些品牌 我们大概都有基本的认识 那但是像一般的电动工具 比较DIY等级的就是居家用途 或者像美甲这种比较轻作业的产品啊 你可以发现有手工艺品用的 然后也有美甲用的 这种比较轻作业的产品 然后小木工就是居家木工用的 像外国人喜欢磕一些木头 做一些矮饰 可是我们看啊 就是没有专门厂商替 素质模型 开发专用的工具 那我们那时候就有看到这个切入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市场产的原因 了解 那相信大家在听闻Morgan的介绍后 一定就是更加了解说 为什么DAVID UNION 它会是就是高品质手工具的一个代理器 大家说就是泰伟实业成立了多年 那一直以来都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像大家刚刚可以听到 就是他们因应的时代的变化做了两次的转型 那其实现在呢 他们也导入了就是数位制造的流程 那Morgan可以为我们谈谈就是泰伟实业在导入就是数位制造的这个历程 其实3D业印在好几年前就已经一直有被注意了 大概在七八年前嘛 那时候公司其实就有考虑要购买机器做一样的 但因为那个时候要做到就是说表面很漂亮的 那个都是百万其妙的 那这个对我们就是还对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设计图画 然后就委托外面专门做MOKA的厂商帮我们打亮 那这样子的必要性似乎就 当时的考量点是这样的 就感觉没那么多 就觉得不用了 就换到百万去测试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买洗床的来自己做 就是像他这个塑胶砖 把它放进去洗床里面 然后去磕出东西 所以也是可以磕出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也是用内垢这样子 它可以适处装这样子 那后来就是但是我必须坦白讲 这种做法其实是蛮没效率的 因为要等很久 所以在当时也是不得不的一个做法 那是3D电影的技术是这几年 就是才开始成本比较降低 嗯了解 那就是Morgan刚刚提到说 你们在评估 就导入数位流程一开始就在评估之后 是觉得就是可能先购买洗床 但是目前呢又导入了3D电影技术 那后来是就什么样的机会 让你觉得还是得要导入3D电影技术 那有时候就觉得说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3D电影技术 越来越成熟 然后可能像SLA 像4NAPS的产品 它的产品 那个价位我们可以接受之外 它做出来的品质也是蛮精良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自己有3D电影的机器 那就是我们就可以了解 3D电影使用者在后加工这个过程中 会面对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在打量的过程之中 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们需要哪些 哪些就是哪样的工具去完成 就是他们的这个 对他们的成品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像New Balance 还有厂商 举个例子 他们最近有一些球鞋是鞋底 就是整个3D电影去量产出来 去用贴合 我们也是希望说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关键的零件 用陶瓷 用陶瓷或是其他材质去做量产这个动作 所以到最后反而 打量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后面这两个原因对我们来讲 才是我们买3D电影机的主要的目的 了解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非常聪明 就是用3D电影 然后去了解对3D电影使用者的一些需求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题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一台就是我们 4D电影的机器 那我想要问问Morgan 就是当时候在选择 就是3D电影机的时候 怎么会选择 就是4D电影的机器 好 那个时候 3D电影的机器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 这个是FDM的 那这台就是SLA 就是像4D电影的 然后 它有一种SLS SLS跟 也是属于雷射这一方面的 那这边就先不讨论 那 如果以层机制的跟 SLA来比较的话 SLA的表面品质是 很优异的 所以 我们一开始其实就锁定SLA机器 然后上网去做一些 比较工科 然后就发现最后锁定两家 一家就是贵公司的Farm Apps 另外一家是另外一个品牌在欧洲的 那这两个价位 品质接近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开始做其他方面的评估 我们就 像我们就会上网去查一些开箱的 开箱影片 去YouTube看 因为发现到 或者是一些社群讨论的热络度 因为发现到Farm Apps其实是 胜过对方不少 所以这会让我们 对购买的时候 比较有信心 是说如果之后 有什么问题 我还可以上网去问 一些高手的玩家 或许有一些经验给分享 那这个是对我们买的 Farm Apps比较有信心的地方 是这样子 看来就是 除了产品的品质非常重要之外 社群媒体的经营在下 也是非常重要 那 那 就是 当时候你们会 就是购买风扇 你们是 除了是风扇之外 还有考虑就是 Farm Apps的其他的机种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要买风扇 对 那 因为 因为也做了很多功课 像也有去 天马科技的办公室看过 去了解资料 然后也有去3D店员看过 其实做了蛮多功课 其实一开始 那个时候还没有风扇 是想买风扇 可是要买的时候 风扇就发表 哦 很高 对对对 就想说要买就买新的 不会就是 反正二也快停产 那 或者 风扇发表公司 还有出一个叫风扇L 嗯 那它是更大牌的 那 那 当时是觉得说 大牌的比较符合我使用 但是 一问你们的业务才发现说 还要再等一年 对 那那时候就 因为 今年2020年 我们公司要开发东西非常多 如果 就是如果再拖一年 可能 鼓励这个开发过程 所以就想说 算了 就先买 就等不及 就先买 哦 了解 那我跟Morgan 还有其他风扇L的关注者 也是都非常期待 其实风扇L的到来 我也可以跟大家就是 小小的预告一下 我们在四月的时候 风扇L展机会来到台湾 大家就是可以持续关注 到时候可以 亲自来看看风扇L 嗯 那Morgan 最近有用就是风扇 印什么样的样品出来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好 桌上这几个是 桌上这 桌上就是我们今年很 所莫的产品叫 我们代号叫D600 那这个产品呢 是跟日本的 大家给看一下 就是 现在这样子看不出什么东西 嗯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在属于 保密的阶段 因为有跟日本公司合作开发 所以 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 善自的透露 但是这个东西它是 因为我们公司设计东西是这样 我们不会去做市场上 已经有的产品 所以这个东西保证是 原创性的产品 然后我们相关的机构也有去申请专利 然后我们相关的机构也有去申请专利 那预计在就是 大概七八月吧 夏天 暑假那个时候可能会上市 那有最新消息的话 都会在我们的官方免筑上面做公布这样 哦 很了解 那就是因为这个D600它是在 就是可能七八月的时候才会上市 那有没有 上市 然后也是就是Daily Union 主力的产品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介绍 就是我们画面中看到这个是D400 那在介绍这个之前 我讲解一下就是说 D400稍后我会讲解它的功能 但是我先大概讲一下说 它这个是属于研磨型的工具 但它是属于处理平面的 它在平面处理上非常的有效率 我自己就是买了列印记之后我也常用 那用的过程中我发现说 诶曲面好像 虽然说D400它是可以贴3M出的海绵沙子 或是是你买其他品牌的海绵沙子 它海绵沙子是有弹性 我这边我这边没东西 就是有一种叫3M的海绵沙子 它有弹性 它可以浮贴那个曲面 但是还不够 所以我们这个D400它也是磨的 但是我们会设计它 可以磨各种曲面的功能 那回到就是D400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 算是原创的设计 目前全世界应该还没有功能跟我们一样 对跟功能跟我们一样的产品 对相关的功能 这样子 这是台湾之光 对 我们有做很多就是产品研究过 然后设计出来的东西 那简报的下一页 主要是讲我们这个的作动方式 它是前后的线性 这边主人产品是属于像雨刷式 中摆式的这样磨 那这样这两种作动方式的差别 就是在于说 你左右这样磨 它有时候有一些缝隙比较小的时候 它没办法进去 因为你会打到旁边 但是我线性是不是就可以 对 那如果是这样线性的方式 那配件的延伸就很多种 我们看下一张 像我们这个左边这个图 左边那个图上面有两个银色短短 就是短短的东西 它是属于 它就是像针一样 只是前面有果钻石粉 那它就像它就可以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这边有孔洞 那你就可以拿着它线性 然后它就可以磨到很小 很微小的空间里面 对 一些细节的地方 它可以处理到很细的地方 像你左右少的 根本就不可能处理 你的操作的空间就被限制了 你只能处理那种很大面积的 的东西 细缝就没办法 然后右边那边是我们自己做的上次 当然 我有接到很多用户 就是直接跟我联络 他都会跟我说 他有找到什么新的方法 可以装在我们这个东西上面 去凹成一个立志型 然后前面贴什么 那铁片是不是有弹性 它就可以 也可以顺着表面磨 或者是 就像刚刚提到的海绵沙子之外 它有一种水沙子 是 它直接买那个魔鬼文具店 买魔鬼瓶沙 然后把它剪下来 然后粘在我的配件上面 然后前面有一种水沙子 是可以直接粘在魔鬼瓶上面 这样磨完之后 撕下来拿去洗一洗 马上就可以用 晒干就可以这样用 有很多 就是延伸的用 对 了解 那 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这个就是刚刚那几支配件的 应用的大致上的介绍 那特别注意的就是最右边那一行中间那一个图 那个有一个菜刀型的 那个就是你贴纸 就是沙子把它贴在那个菜刀的就是两个面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磨一些垂直的缝隙 嗯 主要就是像这样子的用法 有很多种用法 这样子 这是主流的产品做不到的 就是这种做东方式的方 产品做不到的 真的真的 我觉得就是DAVID UNION系列的这些手工具 真的是 就是模型MAKER的一大救星 也是台湾之光 那就是不瞒大家说我之前就是自己也有使用过就是D400 那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它除了拿起来很轻巧之外 就是刚才那个MORALIN提到那些接头 就是每个接上去就是可以磨到不一样的地方 那让很多就是其实在模型 拆练出来的模型 很多就是比较细小的 比较微小的一些细节都可以被磨到 就是不用担心说在磨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 那我也相信就是DAVID UNION 而且刚才MORALIN又说就是D360 D360 D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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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功能来的厉害 那就让我更加的期待 那我相信就是在镜头前的就是 就是也非常想要亲自体验看看 就是DAVID UNION系列手工具的魔力 那就是MORALIN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 是可以就是让观众朋友们来参加 想要跟大家宣传一下 有有我们在2020年吧 我们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使用者不了解 我做个模型或者是我处理 就是3D电影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用到电脑工具 我用手摸也可以啊 但是对这么说有到 乍听之下好像有道理 但其实有一些事情是 要工具才做得到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直 有在规划说要怎么样传达给大家 所以我们在今年吧 会开主要会开两种课程 一种的是就是刚刚第一次版的教学 我们会请专业的模型师开一个免费的教学班 然后教大家怎么用 然后看看大家要怎么样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D360A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D360A 就是我们最近刚推出的就是属于专 就是专式的那种旋转式的电动工具 那这个也有很多进阶的应用 是一般的使用者可能不了解的 我们同样是请模型师来介绍这个部分 那可能第一场会先放在台中 然后如果看反应不错的话 北部跟南部我们还会再接着办 那这些课程都是全程免费 尤其是像D360A这种 市面上比较容易看到的产品 它就是旋转式的 这我们也欢迎这些玩家 不一定要买我们东西才能来报名 你自己家里面有相同用途的 我们也会欢迎你带着这个工具 去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课程 一样可以享受到就是 讲师教我们大家的一些新的技法 那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 是要就是如何参加呢 目前课程都还在 我们还在规划跟店家跟模型师沟通中 那大家可以找一下QR Code追踪 画面右下角 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脸书 我们有什么新的消息 报名的资讯 我们都会在那边做一个公布 好 那观众朋友 我们要记得就是 这个QR Code 这样之后就可以 之后就不会错过这些 就是精彩的活动 我觉得就是David 因为我们的David Union说的就是产品好之外 就服务也就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 就是产品 然后加上就是这些教学啊 那让大家也可以在使用上更加的上手 那 相信就之后 我们可以在模型的研磨上或是后组上 有了David Union 就绝对问题 就是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头影片 好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下一张 这张头影片上面呢 是就是David Union 在世界各地 内外的一些合作的伙伴 那如果大家就是 国内外的朋友们 有对David Union 产品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他们做联系 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就可以直接跟我们 就是帅哥的产品 开发总监 Morgan 直接做联系 对对对 好 那目前观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呢 有一位问到就是说 那除了现在像这样子的手工具以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未来发展的方向 目前接触到像刚刚讲的 因为本来是做模型这个市场 模型 所谓模型就是像场景模型 GK公仔那类的制作 那我们之后的主力 会放在就是3D列印相关 或处理的电动工具的开发 对 了解 对 但是都是素质 我们是针对素质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把范围又扩大到就是 我们希望就是成为素质 材质的 处理的 转动的电动工具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 嗯嗯嗯嗯嗯 了解就是把整个 上线尾把它扩大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 就是 除了 呃 假如说做模型的人之外 像其他可能是 呃工业用啊 或是牙科用 但是他们也是用素质来列印的 他们也可以就是 透过daily union的手工具做好处 对 像牙技工处理用的产品 也是我们 会放重点的项目 哦 了解了解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 呃 不免所有来工商一下 那呃 这边我也要宣传一下 就是我们台湾天马之后 会有的两个活动 那左边这个呢是我们 呃 目前已经在推出的 新春的优惠 也就是我们的快速素质 现在是特价6000 那呃 第二呃 第二个新春优惠呢 它是就是我们家的工程数 也是有买10送2的一个优惠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做联系 我们等一下会把我们的 Line 还有FBA QR code 也放在那个萤幕上 那右边这个呢是就是 呃 我们现在我们的展示空间 正在做全新的装潢 那之后完成之后 呃 在2月7号的时候 我们会办一个开幕查会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 可以过来看看 就是看看机器啊 还有看看我们 印出来的一些样件 那也就是再次 你可以邀请Origan来 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查会 嗯 好 那最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嗯 FBA的QR code 还有MINE的QR code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就是 扫一下这个QR code 然后持续追踪 然后锁定我们最新的消息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就是 就是Morgan来参与我们的直播 然后谢谢你非常精彩的分享 好 那我们就下次 峰海直播现场学院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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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